没有测电笔怎么快速判断出哪条线是零线哪条线是火线呢 无论是家里的这种插牌或者是这种漏电开关 我们在干活的时候呢 或者是在以后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知道零线和火线 这样呢才会更加安全 比如呢就是家里面呢需要接一个这样的插牌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插头上面就明确标注啊 这儿一个L这儿呢就接火线 然后N这边呢就要接零线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上面这些线哪个是零线哪个是火线 只有区分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往上面来这个上面来接线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看一下这个漏电开关上面 标注的哪条是零线哪条火线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呢也不准确啊 会有些电供有可能啊他没有按照正确的接线方法把线接上去了 所以说零线火线他并不一定准确 包括这个插牌也是一样啊 所以说在检测之前呢一定要判断哪条线是火线和零线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检测方法非常简单啊 只需要用手就可以了 检测方法呢就是用这个手背 触摸一下 如果触摸到这条线立马把手打跑了 就说明啊它是火电 如果用手触摸完以后没有任何反应 说明啊这条线就是零线 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这样去尝试 这样呢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个电东西啊是看不着摸不着的 非常的危险 用测点笔检测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像这个零线呢就是一个绿灯亮 然后我们检测这个火电的时候呢 就会是红灯绿灯一起亮 如果没有测点笔该如果判断哪条是零线哪条火线呢 今天视频呢给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用数字弯表给它先调到750伏的单位 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电压是237伏 然后呢它只能测量它的电压 不能判断它的零线火线 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单位呢 给它调到交流20伏的单位 然后呢这两个表比分别啊 就是任意一个表比给它放在一边悬空就可以了 然后呢接下来另外一个表比呢 我们开始测量看一下 现在这个上面显示的是55 然后呢再测量另外一个 这个呢是542 这个大的呢就说明它是一个火线 然后这个数值小的就说明它是一个零线 刚才我们用测点笔已经测过了 看一下 这个火线呢看一下是红灯绿灯一起亮 然后这个零线呢就一个绿灯亮 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好用 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快速检测零线火线的方法 然后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第二种 就是用一条电线就可以了 这是一些网友给我说的 他说检测方法更简单 用一条线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到底可行不可行呢 他说用这个方法呢就是把这个电线呢 一头在检测的时候啊 一头插在地上面 然后另外一头呢分别接在这个保护器或者是漏电开关 这两个端子上面分别就这样触碰一下 如果触碰到哪个以后漏电保护器开关呢跳着了 就说明啊哪条线它就是火线 如果另外一条不跳呢就说明它是零线 大家呢以后不要用这种方法 其实这方法也不准确 而且呢还是非常危险的 最准确的方法呢还是用一个测电笔 或者是用弯表来测量就可以了 大家有什么好用的方法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